今天是2024年的8月20号 刚才接了个电话 所以晚开了一会儿 我们待会儿在结束的时候 要再讲一会儿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我们昨天定行为反台之后 今天就出一根大音线 他女生的反台不应该这么小 按理就说反台不应该这么小 因为会不会反台结束 但是考虑到今天的 今天的其他的几个指数的表现来讲 那这个反台真有可能在近期 继续上下运行 然后过注新的介入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这个反台在上任指数的角度来讲 这个反台在上任指数的角度来讲 收出了红角线 明显的红角线 所以如果近期向下的话 日线还会有底部动画 但级别不大 但是还是会有动画的 深层指 深层指是唯一有可能 动画消失了 这个消失是结构消失 明显可能出新的动画 但深层指 昨天这根线有红角线 这是回用线 所以它取值只能 前面这个值取不进去了 所以级别不会大了 能取进去这个值 这个值 还是格缝的 中央还是格缝的增画 所以它的增画的级别会比较小 深层指 现在创新低 创收盘两个新低 创去低下新低 好吧 这是深层指 放一半指数 放一半指数再次增画 这个上一指数 如果再次形成结构 就是五次了 很少见这种 对吧 一线的结构写成五次了 而且在短时间内 很少见 但是也会见到 未来也会见到 来值 寄来值 则按值 放一半指数 因为这个值还取得进去 因此放一半指数 这个增画 季节仍然是比较大的 原来大概率会形成结构 形成值跟放一半指数不一样 现在这中间 有一根红小线 创一半指数没有 区别就在这 中正五百 中正五百 这是 明天预计第二次增画 第二次增画 这个级别也比较大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值能取进去 跟创一半指数是一样的 中正五百 它也创新低 创二本两个新低 但是不能加速 对吧 我今天白天 文字费说 我是这里呢 不找 能力点 但是不要加速下跌 不掌无非就是 消耗一下耐性 加速下跌容易增幅消失 越大指数 今天还可以讲一遍 护身三百 护身三百 这有红角线 跟创二指数一样 创新低会有个小级别的低部动画 主要是跟林峰进行对比 格峰已经取不上了 因为它的对跌 已经在创新了 创中五零也一样 在向下的话有 日线级别的低部动画 跟林峰对比 跟林峰对比 所以呢 假如近期向下运行 假如近期向下运行 日线级别的低部动画 级别不大 但是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会不错 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会不错 应该能比 你像上纸指数 最近的一次 级别要大一点 指数之间的协调性 也好一点 护身三百和创中五零 消失了之后 只有反弹之后 在下才会出现新的动画 所以上一次 上纸指数底部动画的时候 底部结构形成的时候 护身三百和创中五零 是肯定没有的 肯定没有 因为它动画消失 它不是结构消失 你像胖一版指数 今天出消失 这个是结构消失 明天就会有新的动画 深层指也一样 但是深层指的上纸板指数 不一样的地方 深层指中间出了一根红角线 所以它的动画级别较小 创中纸板指数 动画级别较大 轻易不会消失 动画消失之后 短期之内是不会带入结构 所以我们示意 动画消失作为 底部结构的纠错标准 目前来看 标的上纸指数 短期出现动画消失的 可能性是不大的 三天之内 不涉及到值的问题 三天之内 不涉及值的问题 能理解的载易 现在小芒果走的是真弱 中中五百 创业板指数 深层指 走的是真弱 这三种指数都创新低了 这一块收盘价格和最低点的新低 创新低之后代表 这都是调整周期 创业板指数就不说了 调整周期走了多长时间了 创业板指数 因为它的这块反弹的高点都不在五月份 在三月份 然后中正五百亚式 上升周期走的特别多 创业板指数 走调整周期 我算一下 105个周期 好像是 上升 上升25个周期 25个周期 调整了105个周期 好消息是 还在走调整周期 好消息是 105个周期 没有把25个 105个调整周期 没有把25个上升周期的 涨幅跌没 上升至数 中正五百也是 中正五百它不是 65 上升至数 今天跌65 对吧 今天跌65 早点的时间不一样 中正五百它跌了72个周期 跌了72个周期 上升才50多个周期 57个周期 上升57个周期 下跌72个周期 就是下跌的周期 已经超过了上升周期 但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是 上升数 上升数是上升65个周期 到今天刚好 65个周期 但是基本上就是宣告 这一次的底结构效果 不打地 是吧 不打地 我们昨天也说先看反弹 但是也没想到 这反弹这么小 没想到这反弹这么小 当然现在目前没有结束 可能说今天的一线调整 就是反弹叶数了 只不过就是我们 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是看反弹 反弹就是什么 就是下跌途中的一个周期 整体还是处于下跌 就是反弹周期 好吧 但是就是说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摩底归摩底 摩 和摩一样 摩 所以没有办法 没办法 我们也不要管市场怎么走 管不了 符合买入规则 我们就买 符合 交错标准 我们就交错 不符合交错标准 我们就持有 我们按我们的规则买 市场磨它的底 咱们互不干涉 好吧 可是感觉大家也都不知道 打实上场 只对着阶段而已 过了一个阶段就好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跌跌不休的市场 说明啥情况 不用多想 跌跌不休的市场 说明啥情况 你就算解释出一千条理由 都没用 解释出一千条理由 都没用的事 你说你想能干嘛 那不是吃饱的承诺 自己的钱 你肯定在心 谁不是自己的钱 我偷的钱 我也没发现负墓 也不是公募基金的国内人 谁不是自己的钱 危机危机 有危险有机会 你想不想在这个地方 你永远有机会 你该抄几抄几 要不然你抄几 逃什么的 还在 我是空头会接着赏 早晚有一天 空头会 会被坐头 掀起来暴论 看什么 就是 你不要管市场 那么多也管不了 我也管不了 我记得曾经在 我刚出门的时候 用纪念 那个时候 用123球 是有几次 精准的空间定量 然后我当时说 我说你持有股票 跟你不持有股票 你对市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不持有股票的人 就想到市场下跌 持有股票的人 就希望市场上涨 这是很 很浅显的道理 很容易懂的道理 你的 角色不同 你希望的结局不同 然后呢 当时我就引入了 毛爷爷的 带到山花 浪漫时 他在 从中笑 还是 他在 旁边笑 你空场就是在 旁边笑 你满场就是在 从中笑 然后我说 股市有我之境 股市无我之境 说什么意思呢 你有股票 你是一种 思想境界 你没有股票 你是另外一种 结果就被人误解了 说 你也太 太狂了 你也太 不知天高地厚了 股市有你需要 明明是什么样 没有你需要明明是什么样 我说我哪是 那个意思 从一开始到最后 我对吧到今天 我一直都说 股市不以个人的 一直为转移 绝对木了大盘 我们只能顺从 顺从再顺从 服从服从再服从 市场永远都是贵的 那是纯物回事吧 纯物回事 不以个人的 一直为转移 所以我们不要想 那股市怎么走 我们就想好 自己就完了 同样的市场 对吧 比方说如此饥饿的市场 我们最后一个恶福 也是一种竞争力 你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竞争是无所谓环境的 所有的投资者 都面临同样的恶劣的故事 来吧 来吧 不管什么行情 来吧 接着就是了 我接着就是了 进股市两年亏的都快疯了 那你幸亏进的晚 那你幸亏进的晚 要不然你搞疯了 RWJ03I 虽然说的 哎 进股市两年 亏的都快疯了 我怎么评论呢 我只能评论的是 你幸亏进的晚 否则你就跑疯了 你没遇到过负灾啊 记者恶劣吧 千古跌停你没遇到过 没看见过吧 连续千古跌停你没看见过吧 你没遇到过08年的航行 从6100点跌到1600点 这三年加起来 这有那么大的跌幅吗 是不是 那我说您来得晚吗 要不然你倒疯了吗 你现在目前都得疯的形态 那是不是倒疯了 危机危机 你不能只看到危险 看不到机会 凡事都有两面性 危险中就孕育着机会嘛 对吧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恐惧 把贝特说的话 再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次买入 整体上也算低位 也没有出现中华消失 也不需要救错 我未来三天也不需要救错 但这个时候我就不操心 我就不操心三天后的事 是吧 管得那么多恶麻 该操操 落死无悔 你可能不舒服 你可能觉得航行走得不好 但我能告诉你的是 因为我们不舒服的人大有人在 今天上面没淘点的人大有人在 不设计在这里操不操底 没淘点就不设计在操底 操完底我们也没救错 也不代表这次操底是不对的 所以没必要的情绪 你去搜一搜 搜一搜 放兜里 货帝博发 你这是 是吧 最近就发现你的发言 不太正常 你这是 嘚瑟呀 老师这么看好 股市哪来的信心啊 跌多了就涨 涨多了就跌 哪来的信心 中华五千年的 传统思想给我的信心 行不 我不信它一直跌 行不行 股市大方向是上涨的 下跌是暂死的 行不行 够不够 这些底蕴够不够 一直唱多 你瞎呀 一直唱多上半年干嘛 逃顶 你高多 你是不是瞎 这里哪一次说反转了 是不是一直说反弹 是不是瞎 哭疼老鼠 我哪有一支唱多 你这脑袋可能都是 大家这 眼睛都是血量的 你说我今年哪有一支唱多 什么时候一直唱多了 大龙虾 小龙虾 白虎虾 黑虎虾 石心虾 你各种虾 你就是小 真的 你就是小 皮皮小 市场这里是有一点风险的 老师 谁说没风险了 你告诉我谁说没风险了 股市有风险 操作需谨慎 我们从来都认为 股市是有风险的 但我们操作已经很谨慎了 你怕噎到你还不吃饭了 东北有句话 听喇叭鼓叫唤 你还不中庄的了 知道什么是喇叭鼓 我小时候都背过它 挺大一桶的 跟差不多能有五公分 挺大一桶的 好吃吃过没吃过 没吃过 意思就是不要阴阅费食 你说你害怕 股市永远都有风险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风险 风险和收益都是成正比 风险越大收益就越大 可现在来讲 大家都在骂股市 那收益就是最好的时候 可说你什么时候卖 特别简单 你就看身边都在跨股市的时候 你就卖 肯定没毛病 再说一遍 就将来也好使 当你身边 你发现你身边的人 同事同学 邻居 朋友 都在喜笑言开 都在跨股市的时候 你就卖 没毛病 你也可以关注 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的开户数 开户数 风涨的那个月 你就卖 没毛病 能理解的大一 这特别简单的道理 这就是巴菲特所说的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们恐惧 从来没有过 周围的都不炒股了 炒的也不敢说了 许小敏 你多会没叫许小敏呢 你是言无许啊 要不然我老徐气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没看见是因为你在股市里待的时间不长 没有经历过股灾之前 5178点 没有经历过6124点 然后你没有经历过就认为不存在 这什么逻辑 是吧 这什么逻辑 另外呢 就是也不要在市场里卖产 获得什么同行啊 什么的 股市从来不同行 你觉得股市会同行谁 第二个 你也不要在学员区里卖产 获得老师的同行 徐老师到现在为止 这么多年 你看我同行过谁 我同行过谁 你告诉我 除了让你惨重地要惨 获得哥不需要眼泪 股市也不需要眼泪 做好自己 坚守规则 依靠规则 相信能够度过任何的市场 今天下半年的 这个低点出现之后 基本上我认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下跌周期了 我就是这么判断的 下半年就说了 下半年这么说 但是在上半年到下半年中间 有一个调整周期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判断反转 那只要判断反转 包括昨天我们说 现在基本上 定性被反弹了 那就代表什么 现在仍然处于调整周期内 对吧 操作是因为它符合规则 日线结构完全符合规则 买了就买了 落子无回 不要抱怨 然后抱怨 其他的就是这样的 好吧 管的四次结构 五次结构 六次结构 当然这次确实底部结构 有点突破 你看三个指数 日线连续出五次结构的 和四次结构的 已经很少了 多就多 市场有万变 我们就按规则来就行了 不管那么多 好吧 然后就是控制情绪了 控制情绪了 情绪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可惜啊 情绪不像瞎线那么好调 要是情绪能够一刀咔 给切掉 是吧 那瞎线一样 给你调掉 没有情绪了 就好了 那实在不行 我帮你调 给你情绪咔干掉 过了这阵是吧 我们过了这阵 今年三百年过去 我再给你装上 我再给你装上 让你有情绪 像今天下半年来讲的 到目前为止 我没判断过反转 好不好 我判断反弹 就代表还出于下跌周期里 还出于下跌周期里 下跌周期里 买入是因为 它符合买入的标准 或者不买 理应买入 仅此而已 好了 不多讲了 16点05分 现在的时间也不长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